听到声音 然后就是在店里面 然后就冲出去看 你是听到什么声音 刹车声 刹车很大声的刹车声吗 然后你冲出去看 你看到什么 就是看到很多老人 就几个老人 是 就是倒在地上 就是他们身上有压着车子 所以就先把车子移开 这样 因为他的脸部是朝下的 然后是怕他窒息 所以先把他口罩拿起来 然后脸一样是让他 不要有太大的移动 所以还是让他先 维持那个姿势这样 因为他脚跟那个 脚踏车是卡在一起的 然后变直 他是垫着我的手 然后我的手把他脸抬起来 哦就手 因为一直撑着 哦你手一直撑着 对一直撑 就是手撑着他 然后上面是环保袋 然后垫着他的头就对了 你这样垫着大概多久时间 大概有 五分钟 五分钟就等救护车过来 当下以为是 就是 是会活的 因为就是 还以为还会回后啊 对啊 你问他什么 我就说叫他加油啊 然后 他说后啊后 这样 然后 没想到就是 上了救护车就 就听说上了救护车就没有心跳 对啊 今天 早上看到了 还蛮多讯息的 就是记者 这样 透过记者 然后有来 问 是 那你之后有没有想去看一下那位老贝贝 对啊 就是等之后休假 排假 有时间就过去看 嗯嗯嗯嗯 因为太临时了 是 本来是今天要过去 但是 还是没有时间 就是当下 是什么样的心情去去帮这个老贝贝 没有什么心 没有想太多 对 根本没有时间去想 就只是想帮他就是了 这样就 救护车可以 赶快来